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 尽管在联合国的永续目标当中 期待能够在2030年以前 达成全球零饥饿的目标 但过去三年 解决全球饥饿的成效不禁反退 想要让全球人口在12年内 食物来源无余 恐怕并不容易 根据联合国最新的饥饿报告 去年大约有8亿2100万人处于饥饿状态 这个数字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增加 粮食级农业组织的统计也估计 全球有一亿五千五百万名 五岁以下的儿童长期营养不良 微量营养素不足的人口 更超过20亿人 联合国更警告 自2015年起陷入内战的中东国家叶门 光是去年粮价就暴涨了三分之一 现在已经有将近1800万人 可能连下一餐在哪里都不知道 如果安全和经济状况再不改善 很快将有一千多万人处于饥荒的边缘 世界粮食计划署署长毕斯利另外形容 越来越严重的极端天候和气候变迁 加上人为冲突正在与饥饿问题结合 构成一场危及人命的完美风暴 在全球粮食情况恶化之际 索性人们面对困境并未坐以待毙 以每年有将近20个台风侵袭的菲律宾为例 政府为了帮助农民 现在已经结合科技 动用无人机来评估天灾造成的损失 而在土耳其 目前该国收容了超过350万名 逃离故乡战火的叙利亚难民 难民也拿起农具 修剪橄榄树与葡萄藤 学习种植蔬菜水果的能力 然而就在有人为了食物 积极起身作为的时候 富有国家一年浪费掉的食物 价值高达7500亿美元 超过终结全球饥饿危机 需要的粮食量 与此同时 肥胖问题也在全球各地广泛出现 全球已经有超过6亿人为肥胖所苦 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 不比武装冲突低 究竟该如何解决 全球粮食严重不均的现象 急需你我即刻寝思 杨果编译杨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